第三章 脚 斧 脚的回旋 二 作者 毛海健 二 脚斧之变 圆明圆前提堂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 各省的奏折 提本和资文通过兵部变设全国的驿站系统 由一族骑一马一站站的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 从广州到北京 若以普通速度 一地虚实约30至35天 若以400里加急 虚实约20多天 若以500里加急 虚实约16至19天 至于600里加急 800里加急 速度当然更快 但会跑死一马 累死一族 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儒家原则 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财 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 在对付地方造反 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毕露 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 可是 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 一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 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 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个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 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异地速度 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 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 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 可以说 在最初的二十天内 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 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 以及他相应的对策 1840年7月17日 定海失陷后第十二天 道光帝收到梁广总督林泽徐于六月中旬发出的奏折 称 清方火烧半挺鹏辽 英方实无能为 非常高兴 诸批所办可家之至 三天后 7月20日 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公厄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 英姨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 道光帝不免大怒 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 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 更由于林泽徐错误的敌情判断 使道光帝误以为篡犯定海的英姨 不过是在越敏受挫的鸦片贩子 借势寿司 他在乌尔公厄奏折上的诸批说明 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 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 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轿 张格尔诸义中屡历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于布云 入浙协助公角 两天后 也就是7月22日 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 命令沿海各省加益防堵 以防那些受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姨 分窜各地 四行扰害 7月24日 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公厄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定海尸首 英姨近逼震海 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麦烟英传 急命闽浙总督邓廷珍 两江总督伊礼部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 以三省兵力合脚一处 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 两天后 7月26日 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尚狱中称 应急力逆移滋事 攻陷定海 现已调兵合脚 不难及时扑灭 8月1日 道光帝收到林泽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英国蓄来军舰9艘 轮船3艘 开始察觉到局势的严峻性 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 仅在林泽徐的奏上诸批 随时加以防范 不可烧泻 8月2日 道光帝收到诈谱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英舰一艘进犯诈谱 他急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 道光帝又收到林泽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又到英国军舰十艘轮船两艘 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周山上海天津 道光帝一面命令林泽徐严密防守 不是张皇 一面根据林泽徐的建议命令直立总督齐善 应见到天津若情辞恭顺 告以天朝制度 向在广东护士 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剧情转奏 若桀骜不逊立即捅兵搅拌 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 表现出其原先一意搅拌的旨意已有动摇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真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 朱批所办好 并对出力原便忧赏有差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公厄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 告知英国增天军舰并投地尾巷 这里是指巴麦尊文书等情 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 下令将乌尔公厄革职留营效力 调邓廷真赴浙主持军务 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真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 称其得知定海战况预赴浙江 但恐英军再犯福建 转恐首尾不能相应 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礼部为钦差大臣 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其善关于天津房务的奏折 直到此时也就是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 道光帝才发现自己对遗情实在是一无所知 便想起几天前乌尔公厄提到伪象文书的情节 做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 欲令其善 唐有投地丙帖情势 无论一字汉字即将圆顶尽成 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 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计 但在此时 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不顾及组织 这对守城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 然而 因不知道英剑是否会到天津 同一天 他还预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礼部 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 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 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 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 如浙江的主帅 先后有余部云 邓廷真 伊礼部之三变 逐集加玛 从7月20日至8月9日 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 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 这么一个事实 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 当然 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 毫无疑问是主角 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 对溺仪的本能反映 但是 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 8月9日 道光帝关于接受丙帖的预令 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 直立总督齐善一开始也是主角的 当7月22日 道光帝命各省嘉义严防的预令到达后 齐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 天津以北各小口 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 密受防御之策 二 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 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 暗炮与火攻并举 三 由官受以器械于村民 誓以赏罚 使之暗箱保护 齐善的这些方法 与前章所续广东的情形相比 似乎是一种绣真版的林泽徐质敌方略 8月4日 齐善又收到道光帝命齐做两手准备的预令 对如何搅拌 他又做了一些具体部署 而对如何劝狱感到迷惑不解 上奏中称 福察应以诡诈百出 如专为求通贸易 该逆仪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 只需在岳肯商 何必远来天津 如玉于肯恩师 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 他的结论是 英国显怀意志 不可不严兵戒备 就在齐善收到命齐接受丙铁上誉的第二天 8月11日 英军舰队抵达 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敖 和英舰威里士里号舰长马他伦接洽 这个马他伦 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同姓 但不是一个人 但收到的不是丙铁 而是乔治易律至其善的资汇 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 资汇是一种平行文书 查理易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 终于在大湖口外以炮剑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九官北方不安对外体制的齐善 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 随奏复成时未做任何评论 乔治易律的资汇陈述了厦门镇海聚收头书的情节 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书文 要求齐善在六天内派人前往应见 接受大英国家赵汇之公文 冤情、书文等语 与道光帝御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 但派人登鉴接受赵汇 御址中没有相应的规定 齐善感到没有把握 不敢善砖 连忙上奏请旨 道光帝于八月十三日批准 于是齐善于八月十五日 扎父英吉利国统帅义 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御令 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 他此时还弄不清赵汇的性质 在扎父中问了一句 是否贵国王晋成大皇帝表文 一系贵国王遗资本决都阁不堂公文 他约定在十天内对英方赵汇给予答复 并要求应见不得内使 八月十七日 以千总而冒牌首位的白寒章 取回了八脉尊外相至中国宰相书 齐善立即上奏进城 也就在此时 齐善主角的信念动摇了 接收投书仪式 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 原先脑海中朦胧混沌的太西 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珠般戾气 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 但金人独此有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计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 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 错误的以封锁海口来逼清朝就范一样 八脉尊外相的公文 也错误的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 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 而雍正帝改提为奏后 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 皇帝不介守他人亲礼一切政务 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 也就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 识人也欲呼为相国 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 大抵相当于今天官场中的秘书班子 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圆封进城 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 由军机大臣聚诸批或面遇拟旨 经皇帝审核后发出 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 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以外 决策全凭皇帝本人 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 当然也要受到组制 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 每日收到的奏折 一般都在当日发下 决策也随之做出 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 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做出决策 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 而且需要周密精细 此外 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档案 我们知道 清代皇帝每日需批阅上万字的奏章 做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 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 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 完全失去了合理性 朝廷的决策 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做出 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 尽管这种集权方式 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 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 此时秉国的道光帝 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 道光帝 明明宁 1782年生 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 年轻时 曾亲执鸟枪迎接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 而一显应发国勇之姿 1819年 他顺利的登上皇位 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 以他的智力和魄力 根本无法震衰起地 开创一个新局面 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 守住这份祖业 看好这幅摊子 他的为政之道 我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提及 也就是守城 恪守祖制 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 然而 以今日之眼光观之日 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 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 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 他所标榜 所追求的守城和实证 既是其秉性之始然 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桌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 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 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高荒 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心路 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 他曾经形象的像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 谈到为政治国之道 把之比作一所大房子 住房人随时占卜修理 自然一律整齐 若认听破坏 使必要动大功 因此 一旦出现问题 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 对他的欺骗 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陈科 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 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 上狱中经常问及 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 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 对于臣下的功绩 他从未可惜搬以赏赖 但一旦有错 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 毫不犹豫予以严惩 在他这种不无乖利的治理下 道光一朝大小臣公 无不谨小甚微得过且过 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 绝不缺乏自信 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 都是最佳方案 尽管后来一变再变 前解所续邓廷真的任职 就是明显的一例 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敏浙 尽管每一次调动 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 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 他的那种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一道道圣旨 是其目光短浅所限 他从来就没有一种 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 前章所续禁烟决策 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这种种缺陷 本来世上也无完人 但若有致名时远的军机大臣相辅 仍不实为宽猛护寂 可是 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 在军机的人选上 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 他所信赖的曹振英 沐张阿 以多颗头少说话为主旨 战战兢兢 随刺如同伴虎 每逢建言 先竭力揣摩地义 直讨欢心 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 这么一位决策人 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 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 这是因为 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 全新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组织可守可寻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 更坚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直观 八脉尊照会由齐善进程后 直接由道光帝批阅 8月19日 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 当日并未发下 而是破例的留终一天 次日才发下军机 期间 他是否垂寻过军机 今天已无从查考 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 并颁下不少于九道的御址 内容从吕顺设防到经表民腹不一 又可见之于实录 可见道光帝执守所在 功务繁重 心不能医 尽管他自称对八脉尊照会 详佳批阅 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 必不能潜心研究 然而 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 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 也就是由主角而清新于主府 决策如此重大 变化又如此轻易